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神Jessica 會和大家分享十月份十二星座的不同運程 我們會說一下就是天秤座 天蠍座和射手座 天秤座 生日快樂 同樣地你今個月 就會發覺要花多了錢 所以理財方面要小心點 今個月你會發覺比平日吸收能力會強 平日可能很難上手 今個月都會很容易上手 賺錢方面 今個月會強了 不過就不要亂花錢 今個月你會發覺自己的愛情關係 就會穩定了 和其他人的關係都會比較融合 至於天蠍座 天蠍座的人際關係 你會發覺今個月會好 多了會幫你的 不過今個月始終有一些金錢的問題 就會令到你有些擔心 而且你要小心身體 不要因為過度的工作 而令到自己很累 或者甚至會容易病 不過財運那邊 就要小心破財 所以就不要那麼容易去賭錢 而且要開始學一些正確的理財方法 至於愛情的問題 你就會覺得多了人追你 不過同樣地你會覺得很矛盾 你會覺得是不是很多事情 應該是時候放下呢 至於射手座 射手座你就會要小心是什麼呢 小人的影響 他們可能會在你背後做很多事情 去影響你 你要小心他們 會令到你一種很想逃避的想法 因為你已經覺得很累 而且你今個月比較追求是穩定的 所以要小心行動 而且今個月你可以重量去做一些事情去增值自己 而更加想清晰些 或自己的方向究竟怎樣做會令到自己更好 我不用再給你 就要小心 好 你就能夾到我 就能夾到我 給你了 我快會再注視你 我快一點 你就 bus了 感谢观看